早安,今天是2024年10月16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这些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呼吐征圈 收集分析师谭智乐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阿劳,今集大市有什么焦点? 两地都有,美股或港股上都有不同的焦点 美股上的焦点是位置半导体板块 特别说ASML的得与其内的业绩等因素 我们会跟大家分析 究竟是半导体板块是如何面对实际状况 美股会否出现一些深谨的调整 或者是很担心见顶 人其是有很多见顶的忧虑 这些都会去谈 至于港股上,当然是今天会有施政报告的因素 但我觉得焦点 从9月底开始到现在都一模一样 离不开内地的旧经济政策 现在的焦点又落在明天的新闻各新办上 会举行一些是解释近期的旧楼市的相关政策 如何演绎和解读 这个我觉得都是今天你要去关注的相关因素 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 美股和港股都有不同类型的焦点 我们今天值得留意的 是的,Tano上次上来的时候 他就看港股年底去到24,000 高位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接近了 究竟未来会不会再尝试这个位置 还是今年已经见了 Tano也会与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我们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先升后会 美国企业最新公布的季度业绩表现参差 导致星期一破顶后 星期二组段都能够延续升势 不过之后就掉头向下 收市跌0.8% 收报42,740点 标指跌0.8% 收报58,115点 纳指跌幅1% 收报18,315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跌6% 欧洲股市向下 法国股市跌1% 油价急跌4% 焦点股份 苹果破顶最多升2% 收市升幅收窄到1% 公司宣布 将会推出新的iPad mini Tesla股价一度升2% 收市升幅收窄 联合健康的盈利预测差过市场预期 股价急跌8% 另外银行股纳陆续公布业绩 高盛顺利上升股价一度升3% 收市要倒跌 花期的顺利倒退股价跌1% 芯片股方面 NVIDIA星期一创新高后 昨天要跌4% 芯片设备生产商ASML 第三季的订单数字 软差过市场预期 并削减2025年销售和模拟率指引 触发股价大跌超过一成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普遍比本港上日收市向下 美团上日港股急跌7% ADR再比本港收市低超过2% 京东跌5% ADR再低港股3% 汇空比本港收市轻微高出0.7% 一起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 现在早段跟随美股向下 跌超过1.5% 跌超过600点 39,276点 首义织合指数跌21点 息尼普通股指数 和新新南50成份股指数 都是向下的 跟大家跟进新加坡交易的 港股客企 现在跌200多点 在20,000点的边缘 稍后我们会跟大家 继续跟进港股最新情况 我先和Arnold谈谈美股的情况 美股由高位回落 星期一是道指和标指都破顶了 所以星期二大家看到有一个回调 而且昨天公布的业绩也是参差的 除了业绩参差之外 其实经济数据上也不太好 最新纽约10月份的 9月份的数据是11.5 但最新的数据是-11.9 市场原本预期是一个正数 市场原本预期是3.6 所以最新的数据是 比上个月有一个大幅回落 转向和市场预期差 指数低于0的水平 代表制造业活动有一个收缩的情况 美股到历史高位之后有一个回调 你建议大家在大选与议息前 其实都是11月头的事情 是能够审慎地看好 还是在大选与议息这么重要的时间之前 要固定货货去锁定之前站立的利润 我觉得有微思说要固定货货 但如果你想要防守一些的策略上面有的 譬如你可能要买一些美债 这段时间因为你看到美债其实跌了不少 就是那个价格 在债息上参升 尤其是长年期 就是大家熟悉的TLT 你在说这些位置 你将部份固定在那里 或者你本身一直固定了 你更加不需要做 为什么原因是这样 其实你来说经济数据上面 不单只是业绩参资 甚至是经济数据 所以你觉得问题 不会只在大选上面 包括业绩上面 会表现非常参资 譬如之前升得比较少 譬如银行股 这段时间是硬正的 这些就是令到你可以有条件 继续有部份的资金留在股市上面 但是如果本身的基本面 大家认知比较弱 譬如昨天的ASML的相关因素 或者那些叫防守性股份 譬如联合健康 未来好像在说 可乐、麦当劳这类型的股份上 他们一直都跟经济敏感度不大 大家很清楚的 但问题是 你看看他们升了多少 今年来说 在目前的股值水平来说 很容易出现业绩之后 有些短线的大调整 所以在买指数上 我觉得你又不需要特意马上敏火 但这类型股份 我觉得我会建议小心一点 所以在炒股票上 美股的难度性 我觉得仍然是高的 而最重要是看经济数据 经济数据不是一面倒里好的 在经济数据上 如果你看10月份出的 非农数据 最重要市场最关注的数据 全部都是偏好的 例如非农数据 CPI,PPI,PCPI 或者上个月尾的PCE数据 现在你不会担心通缩 仍然有通胀压力 整个经济状况比较好 但为何债息近期来说 我们是抽升 因为市场甚至又开始想 美国的经济好像没有衰退 low landing 又回到这个剧本上 但如果你看到最敏感的 我们经常说敏感到最高的 例如上星期四 刚才公布的 那些首次新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上 其实是突然间有抽升 所以我觉得市场本身有一个太乐观的预期 导致不是说这些股份的基本因素不行 但实际上他们会有借口 随时出现一些高位调整 至于基本因素 本身已经一般的 例如ASML 昨天就给你见证了 很恐怖了 会有一个很深的调整 为什么我们是否纯粹大跌才说 ASML那些基本因素不行 其实你看到行业的分析上 不是 在8月22日左右的时间 很记得大约的这些尾段时间 如果你看到整个 Sox 即是在费成半导体的相关的ETF 初步见顶的位置 当时就算NVIDIA 也是开始出业绩 由$120左右这些位置 到$100左右这些水平 因为当时就是说 印象是大摩的 发表一些研究报告 已经是说 整个半导体行业 有些放慢的情况 他们不是说见顶 他们英文的字眼就是 Preparing for the pit 即是准备见顶 实际状况在这 所以我不代表要看得NVIDIA很淡 我当时也是这样说的 但问题就是 在行业准备见顶的时候 报告都很清楚表明 都明刀明枪都写出来 他们最看淡是什么呢 是SPE 就是做半导体设备的相关公司 简单 ASML 就是其中一间 另外还有一些 在台湾 日本股市有上市 就是专为 做半导体公司提供设备的公司 压力非常非常大 而今次昨晚看到 ASML业绩上 当然提早发布了 但你又不要想到时间点 我们在说 判断股市从来都不是想到时间点 但业绩上显示 新订单 远远比预期差 但其实你看回 刚刚说的8月尾 那段时间出的消息 到现阶段 一直在半导体 所有的分析员都在说 ASML的新机 是完全卖不到 台资件又说贵 每个人都说贵 三星那些 直接说 不如等下一步再买 我用着旧的 最多做少 两纳米 三纳米 一纳米又再算 他们的态度就是这样 所以ASML的业绩固然是差 只不过是突然间出份业绩出来 市场反应不及 有些人追估实际状况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看到现阶段 那你怎样去分析半导体 半导体如果你参加8月的状况 短线也是会有机会调整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做SPE 不是做设备 就是大家最喜欢的 NVIDIA AMD 那一类型的股份